其實我們要跟各位稍微提醒一下就是 你用電腦真的要適度休息 不然的話現在大家都很早 你看現在小朋友 幼稚園就在玩電腦了 對不對 你們都還算比較晚玩的 我自己是高中的時候才開始玩 高中的時候那是黑白電腦P2啊DOS啊就玩得好高興喔 一直到大學才有那個Windows 好那所以說 現在小朋友因為太早接觸了你如果不適當休息尤其是我們自己就是 就是年紀如果你超過3040以上 那麼那個眼睛啊那個體力都會 都很響 所以你要做適度休息那這裡呢有兩個 這個畫面我沒有換掉 另外這個是叫I-Relax 這兩個都是 上面這個是不用安裝下面是在安裝的 那右手邊這個呢他還會叫你起來做做提招 那麼我想我又用右手邊 左手邊這一個 給各位看一下 我有在這邊我們有一個那個叫做 輔助工具類有沒有 I-Relax這個 這個是中文版的 那麼 你打開之後呢他在這邊我看一下我 有沒有知識 好 點兩下 其實你用哪一個都沒有關係 重點是要能夠提醒你 因為我們常用電腦忘記時間 我不知道各位有沒有這種 經驗 一用了 怎麼那麼快 一個小時就到兩個小時就到 有的人是玩game 我是不玩game的 因為 平常工作就接觸電腦那麼多你還是要玩game 對 沒有眼睛 會破坑 好 那麼你看一下我有幫各位稍微修改一下就是 他有分短暫休息跟長時間休息 不過大部分我都是用 就是 就像這樣子 可能60分鐘或50分鐘 你休息大概 這個不是5秒啦 應該要休息長一點 你可以自己設定一下 那 這個呢 你看像 這裡 以前我就是要 給我辭職用的 為什麼 因為他玩 那個啊 不管是玩Facebook的還是玩那個 叫做什麼 小朋友都玩那個 那個叫做 我忘記那個叫 反正都是線上遊戲 那他們才會忘記時間 那所以我就會用這個 你可以設定密碼 那這樣 他就 因為有家長模式 那這樣 就可以避免小朋友 不過後來他很厲害 因為他也知道那個 關個按鍵 Control都不必出來 他就還沒 時間到就把這個應用程度關掉就好 後來又換另外一個 好 那 這個呢 如果你在這邊 你看我們如果說休息到了 按右鍵 電腦這裡立刻休息 我是把他設定成變暗 他預設是只有出現一個小訊息 我這邊有稍微調整一下 有沒有會像這樣 因為我剛剛是5秒鐘嘛 所以他會像這樣提醒你 讓你知道說比他還剩多久 至少你要知道 什麼時間要休息一下 因為 我想各位經常用電腦之後 手錶大概也不會看吧 除非你有電腦鐘 手機有電腦鐘 這樣才回去 注意 不然有時候時間就忘記